这位正在讲述家乡环境 遭受气候变迁而导致灾难的 印度知名学者Sonen Wangchuk 本身是来自印度喜马拉雅 山域拉达克地区的原住民 他同时也是印度知名的教育家 环保运动的社运人士以及发明家 他的故事甚至还曾经被拍成电影 这次受到野童工坊 游骂达禄老师的邀请 来到苗栗泰安乡进行文化交流 其实我们是要做一个国际的连结 所以在这个进入国际连结之前 我们就希望能够结交更多的国际友人 他既是发明家 他也是一个教育的改革者 社会的运动者 所以其实跟我们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我们也希望借由很多不同的角色 去开始去改变我们自己的族群 自己的社会生活 首男王杰表示 他很高兴能够受邀来认识台湾的原住民族文化 并且有机会相互交流学习 因为世界上各地的原住民族 多少都有相同的议题存在 尤其在生存环境上 几乎都面临到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也希望借此机会 来台湾结交更多原住民朋友 彼此互相观摩学习 是非常重要的 我愿意在这里 我觉得他是真的把他所学到的事情 然后他所学到的科学知识 然后回馈他的家乡 但是我觉得更多可以沟通的是 我们在对环境保护的这个概念上面 在台湾我们原住民的环境 有怎么样可以做更多的资源运用 然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然后减少碳排或是污染这一方面的 除了对环境议题的分享交流外 Solom One Chook也体验 太阳族的支部文化 原住民族文化传承教育 以及对土地利用的传统智慧 此外双方也达成共识 将促成双边民族互访的计划 让台应的原住民族 有更多交流与学习 原是新闻诺 苗栗泰安 下方报道